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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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歡迎來到我們的批鬥大會的節目 就是我們上一次X-TRAIL 我們有講說要不要請車主來看看 因為我們聽不到那個聲音 於是我們就萌生一個念頭想了一個企劃 我們請了兩位車主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車主 這一位是這個我們灰色的X-TRAIL 來來來來來來 不要那麼生疏 也看我們頻道那麼久了 阿澤比較特別 他買的是這個中階的嘛 對中階的 我們是高階的 當初呢我們在講影片 他有經典版104.9 領航版115.9 旗艦版122.9 E Power旗艦版151.9 四個等級 所以呢我們的跟這個小菜的 我們都是12.9的 然後這個阿澤的是領航版15.9 那今天呢就是來跟大家批鬥一下 你對於批鬥自己的愛車 還是你覺得那個誤上賊傳 你本來沒有要來批鬥的 沒有我已經做好準備 好的要講不好的也是要講 阿澤咧 目前使用上我覺得沒什麼好批鬥的 好啦可以離開 好我可以離開是不是 沒有我們這是批鬥大會 怎麼會變這樣 一定要講一下就對了 沒有啦分享一下 這個我們也不能硬尿嘛 實事求是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個我先跟大家分享 買這台車的原因 就是這個拍片流流量 那這個小菜呢 你當初為什麼會買 沒有因為就是剛好結婚啊 因為我原本是 我原本的車很小 我是那個15年的Prius C 我們也沒有生小 但是有債務空間的需求 那我後續就是看了很多SUV 因為我看了大概六七個月 綜合比較下來覺得 他的CP值 阿澤呢 我是原本現在在開是那個Volvo X790 然後是用租賃的 他想說租賃快到期了 公司的 然後但是現在有小孩了嘛 所以想說不然買一台車來 就是當作平常時這樣使用這樣 我以為X790下一台可能會是更大台 也沒有啦也沒有 因為現在的車其實就是 外觀做的很大 但內部空間 搞不好X790室內空間輸 就公設比很高啦 對對對 對對對可以這麼說 公設比很高的車啦 所以你覺得綜合比起來 這一台算是外觀跟它 裡面還算大小還搭得起來 因為它也是算 第一台 Nissan 有搭載Level 2的車子 國產 國產的話 中間也有 有有有 那當初啊 這個車到底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兩個東西 動力還有隔音 因為我比的就是 可能同期去的什麼 NG啦 KUGA啦 你一坐進去 你只要踩油門 然後出來 你就會發現 它整個氣密性很強 就是你完全是 很少一百多萬可以買 對啊 不錯喔它有開地圖吧喔 那其他地方 其他坐進去就不行就對了 因為我 我的比較是因為 像我家裡 像我爸那個是 18年的ES25 因為它那個是可能 兩百萬的進口車 可是在我開一台 國產的SU裡面 所以感覺上 體感差異沒有到很多 我才花一百多萬的預算 我就可以享受到 就快兩百萬的這種 超越那個SPEEDS這樣子 你在哪裡上班啊 你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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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銷售人員 我不是銷售人員 你是打方面的工作 我是公務人員 你是公務員 我不是銷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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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我不是我不是 我聽你講到這樣 批鬥大會變表揚大會 待會觀眾想說這個 想多少錢 阿哲咧 阿哲你覺得這台車吸引你的地方 動力啦 應該是動力 因為1.5T2加清油電 然後再來第二個 對我來說是空間 對 好像都差不多耶 為什麼都沒有人跟我講說 我喜歡它的VMotion 其實 你這樣那麼大聲幹什麼 沒有你如果要選外觀 你不會去選這台車 對 不過你這VMotion有貼黑耶 我覺得貼黑算很多耶 你屋頂也是貼黑的嗎 我有選配那時候 有選黑車頂拖1萬5千塊 你的時候有改裝嗎 有改任何東西嗎 全車變成LED室內燈算改嘛 這我就一直在講 它那個燈如果可以用 有質感一點就更好 對我後續還要改LED燈跑 因為我受不了那個爐數 有方向燈我就看了覺得 你花122萬給我爐數的 來囉來囉 有點感覺囉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 我這個爐數方向燈跟爐數的那個 質感不一樣 我覺得蠻大敗筆 你覺得要全車LED嗎 如果我們說自己去改 等一下那個 你知道那個保固真的很尿啊 真的假的 LED應該還好吧 但它那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保固的那個 那個書 我認真的研究一下 你也去研究 它限定很多條件啊 你保險要跟它保 所以它號稱業界說什麼 我保固是最長的 它那時候好像說保險跟它保可以 延長保固 對對開幾公里啦 你的幾公里 我目前開6700 我也6000出的 欸有保養過嗎 它這個有叫你第一次回去 1000 有1000回廠 欸它的車主使用手冊是寫 每半年跟5000公里 然後1000 這是第二個不明白 為什麼1000換油 然後5000又要換油 然後1彎又要換油 他們說此事說 在這個VC Turbo的引擎裡面可能 稅震比較多 所以就是那個稅需要比較多 所以要長更換機油 才可以維持這個渦輪引擎 可是你去看其他家的 比如說Skoda 我也是小排氣量渦輪 我1000公里換完之後 我下一個都是15000 其實新的換1000公里 或是3000公里換都有聽過 就是人家講那個摩爾旗 對對對 它會有一些雜質 15000再來 每5000就要換 可是我自己的習慣是每 都10000才保養一次 我那時候有問 就是它會先用簡訊提示你 不然你就會影響你的報固 我的觀念比較不一樣 就是油便宜便宜的 欸好像吃保餅的 你那一組 有病治病沒病強射的概念 沒病強射你 所以叫我說要去 為了省那個保養的油錢 然後萬一疫情怎麼了 我有感覺很賣 好所以保養這個東西 我通常就是按表操客 我覺得還重點 好不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你當初為什麼這個沒有選一號 當然是預算沒有到那邊 對我緊繃可能就130以內 就設定在這個 所以其實120來講 它CP值算 你比較起來算比較 還算不錯的 比CRV好了 喔你今天得罪不少群欸 其實我也有一次去看CRV 然後發現我看到那個價錢 然後我想再看看那個配備 真的覺得不太多 欸你有去試嗎 沒有試我到展間有去看 看完我就 你應該試了 真的嗎因為我 才有比較啊 才知道動力怎樣 只是因為就是看完規格表 我再去看車子的感覺 就沒有給我就是 想要試成它的慾望 然後後來想說 哇怎麼128萬這麼高 現在買車也是 像我我也都是直接看頂規 我不會去看中階的 因為我車可能移用要好幾年 喔要很久 我原本訂那個韓國圖上 然後就等很久 其實那時候我也覺得說 啊只有這一台想 就覺得還不錯 看到電視 就是可能Youtuber有在拍這一台 我是一開始是抱著 試的心情去看這台車 因為我打從我一開始看車 我就沒有要走進去尼桑的展間 因為他們很多車都已經 就是很多車沒有去更新 啊他都沒有比較新的特技 所以我再講我絕對不會踏去尼桑的展間 後來他是有改款然後有變 對而且都給引擎啊什麼都新的 我那時候也是因為這樣才買 對不然你去看尼桑的車裡面 都還維持是舊的東西 沒有換過什麼 就引擎什麼都很久沒有 都還在自然進氣 對啊對啊 那你交車了之後 開到現在6000多公里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 你沒有想像到的缺點或是什麼 欸你有沒有後悔過 沒有後悔但我不會後悔 唉唷 剛剛講成這樣 這批鬥大家會說完 後不後悔 不後悔 那就不會輸說 陷你沒有說 哇很貧囊的什麼 說說話你去不去嘛 去 沒有他還是有他好的地方在 好啦你剛剛講沒有後悔 那你覺得說有什麼用起來使用心的 有沒有覺得困擾太大的台 停車不方便還是什麼 我覺得停車不方便是個人問題 你又開地圖炮了 要看清楚了 要死了 可能我在南部啦 我住南部 所以可能因為我今天來台北 我有發現台北的交通確實 比較擁擠一點 對真的是比較擁擠 高雄嘛 我幫你開一個新節目 大趕開爆要不要 那如果說他用的心得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簡單來講 他其實省油啦 我覺得還是以他這個 這麼大的車 他大概一公升像 我也是跑14點多差不多 欸其實這麼大台可以開十幾 其實蠻爽的 我也差不多14點多 現在那個X790 現在一公升大概8點多而已 ES250一公升也是78 然後在那邊 通常這個14點多 我的感覺應該是那種 小房車 小房車 沒想到哇 體積很大 空間很大 還可以開到14.5 是覺得還蠻屌 我那時候測完一桶我覺得還蠻屌 應該不是什麼輕油電 我覺得是他那個引擎的那個科技 那那個阿哲咧 阿哲你覺得你開到現在 買了這台車有匯軌嗎 沒有欸 你也沒有後悔破 沒有阿因為就是真的 後悔沒有上頂鍋 應該說當初 後悔沒有買頂鍋 後悔沒有買頂鍋 當初買之前就是 它就是符合我們需求 我們才買的 動力也OK阿 省油耗阿 沒有阿因為主要要送東西 工作要用 所以第一個空間夠 然後省油也OK 然後開起來動力也覺得蠻OK的 沒有什麼回來以後才發現的缺點 我覺得它是新的一代車頭比較長 所以有的時候 坐在駕駛座的時候 其實以我這麼高來說 也是一樣抓不到那個引擎蓋的最前端 你覺得是那個停車要習慣一下嗎 主要是停車習慣一下這件事 我覺得我發現一個點 來來來來 應該是說1.5的VC Turbo 它的CVT是騙8速 可是我有很好奇 我開高速 我就知道掛到7檔 你沒有看過它跳8是不是 沒有 可能它要130 140喔 你永遠就是在7速 它明明就有負8速了 那你有試過再給它踩上去嗎 我正想講欸 有 可能要180 我覺得應該要170 180 對 你小心要被控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會自己用波 挖到8 那有嗎它有跳嗎 它會跳 然後你再開大概過 大概10秒 它會再過去 那代表 這是它變速箱之前寫的程式 應該就是這樣 它如果能跳到8 應該會蠻省油的 對 我有算過它的這個 時速最 就是油耗的最甜蜜的地點 應該是在195到1084最漂亮 大概落到1700到1900之間 那邊轉 如果你過100億它就開始過2000了 所以如果能夠到8速的話 搞不好就變成1500 你會再 對可以再往下降 那它的高速油耗就會再更好 唉唷這個可以研究一下喔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真的是 有認真在開的才會發現 對 有感 應該是底盤 我覺得底盤 底盤來講會跟 以往日系車感覺上也不一樣 它不會太軟 它雖然可能支撐性沒有那麼的強 可是整體在 就是開在路面上那個回饋路感 不會說很模糊 它還是還蠻清晰的穿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領航版到底 外觀的差異差在哪裡 來車主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你們兩個一定最知道的 運動大包這邊 然後還有那個 上方的行李箱 然後有一個重點是車內 我那時候Care 我妹妹要買中階的 車內的門把 它這個是布的 這是布的 還有嗎 電動座椅 沒有電動座椅 然後抬頭顯示器 原廠的抬頭顯示器 然後還有BOSS音響 BOSS音響嗎 其實主要就差這幾個而已 那後面都一樣嗎 後車箱的裡面都一樣 後面其實差異不大吧 差在那一顆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重低音啊 這顆這顆 這一個不是BOSS的 可是它有耶 它這個是主動降噪 主動降噪 它是主動降噪的 對對對 但是你們的是主動降噪加BOSS音響 你們都沒有加10萬不要鐵桿喔 沒有坐音樂車沒差啦 螺絲拆一下不用10分鐘 所以不用花10萬 講好聽一點是讓你可以選 可是其實沒有人會選 它一開始如果出來就是有桿子 就會被人家念 然後現在說有啊 我們可以有桿子啊 你不要跟他加10萬 就加他10萬塊 他也知道應該沒人會選 來啊線上 如果你有人加10萬 拿掉那個桿子的留言 讓我Respect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你隨便留言 我也覺得你可能是唬爛的 下面也不一樣 還有這裡 沒有那個銀色的尿布 對對對 其他都差不多 其他都一樣 可是這樣子差多少錢呢 差7萬塊 我覺得齁 他能不選 我也是蠻欣佩他的 因為正常的人會被 會被吸引過去是不是 會被吸引會心動 會心動 會想說啊差7萬 撞過去啦 我們聊了那麼久 我們這一次影片 其實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上一次的影片 最後我接到那個車主 反映說他在低速的時候 會有一個 轟轟轟的聲音 其實他有傳影片給我 我真的聽不太出來 我們這一次為了 就為了這個問題 搬一個高雄來 一個桃園來 我們終於要回到這個 問題的本質了 你有聽到那個聲音過嗎 你們兩個 我有聽過 你有聽過 也有聽過 現在就可以聽得到啦 他是很常態的嗎 特定的某個時速 他時速大概是 60到90 但是他跟我講說是低速 你是低速沒聽過耶 一定時速大部分50以上 沒有是人家反應給我說 我一直試低速 我都沒聽到啊 對 車團的攝友就差不多 是在我們這個 這個時速之間 大家都是稍微比較高速的 60 對大概60到90這個區間 都會有60 可是你一定要把音響 全部關了就很乾 就是很安靜 很安靜的情況下才會聽到 我覺得可能是隔音作態 所以導致 環境音變小聲了 其實就跟家裡裝那個 氣密窗概念 氣密窗拉起來 家裡一點點聲音你就覺得 可是他是會困擾的嗎 我覺得不會 不會造成使用困擾 因為很少人開車沒開音響 只要有開音響 基本上那個聲音就 聽不太到 我知道有的那個 社團這些車主一直在 煩這件事情 然後把車子送回去原廠 對啊 然後我覺得 畢竟你就是買你上的 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看社團車主長 他說他覺得他花了這份錢 然後買到這個東西 會覺得說 我沒辦法接受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每個人反應說 是有這個聲音 他是時不時的出現 他不是這樣一直汪在那邊 他是有時候會出來 他不是一直存在著 他不會一直存在著 你只要放一點點音響 你心裡就聽不到 對啊其實這個有時候也是 每個人齁 其實好像對於音頻的那個 接收度不太一樣 那可能有一些聲音 有人覺得很 有些人真的 如果真的太吹毛求疵 你乾脆再 你剛才說 瞄的人吹毛求疵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又來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就增加預算 你覺得是要求比較高 個人的看法會覺得說 他不會去影響你的什麼 駕駛安全 或者是你整個 我說我感到很不舒適 這個東西我的理解好像也差不多 就是其實有時候我們是希望說 他不要壞 你如果說那個聲音是不正常 而且會壞掉 那真的好像不太能 其實大家一開始講就是說 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後來我是看大特EVE講的那一個 其實我也是聽那個車主反應給我之後 我才去研究 然後我也問原廠 原廠是跟我講說 看大特EVE的影片 就是他們的解釋是跟那個是 是正確的 對就是這個東西的特性 所以我影片來說 大家如果想要對這有興趣 可以去看EVE的影片 我記得你上以前是有變速箱災情的 對啊 用鋼帶的 那代表 其實這肯定他們是說 至少我願意為了這個妥善率 我去改善 去改善他的 你的立場是跟我一樣的 就是 反而他有去做這個動作 那我反而比較放心 因為至少我買這台車的時候 我知道說先前那個問題 變速箱應該是OK的 所以我想法跟消費者其實差不多 你都不改我才怕 對 以前沒有災情 你萬年不改我覺得OK 譬如說一些國民車比較多的車 那都不會壞 不改我覺得還好 對啊那有傳出過災情的東西 你去改的我就覺得 有誠意 可以試看看 這個其實我之前好像也研究過 就是你CVT如果要用在一些 你看喔比如說像E-Presa 那個叫WRX 那馬力比較大嘛 所以他一定要用鋼帶的 所以我覺得跟馬力應該也是有 有相關 因為鋼帶 你如果去看他那個結構影片 很薄喔 他如果馬力太大很容易就被拉伸 拉伸變形 對就會變形 好啦那我們去試一下 我們要試哪一台 我們應該來試中階的 看中間有沒有通通減料 看被你們講一個我有點緊張 緊張什麼屁喔 你不要以為只是外面布而已 搞不好裡面有沒有 全部隔音都拿掉 真的假的 應該不至於吧 我看起來也覺得蠻安靜的啊 應該不至於吧 好不好啊順便操作一下 讓我們聽一下那個 O-O-O的聲音 Let's go Go 一樣安靜啊 這麼快就感受完了 一樣啊 因為我自己開始覺得 蠻安靜的啊 是真的蠻安靜的 我想說我們通風減料 比較便宜啊 就插在那個吧 就是這個啦 這個啦 這個確實就比較顯老一點 那你說那個聲音 可能要比較高速公路 比較廁所 就是時速越高 越有機會聽到 啊它是從哪裡來 車子的哪個地方 這差不多這個下面 這個方向 對 感覺是從那邊冒上來 那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其實它的那個導航啊 好像是日本版本的對不對 那你都沒用 你都用咖啡 對啊 那它的好處是它可以投射在 原廠的抬頭鞋子上 可是好像 感覺就 用起來也沒那麼習慣 不是啊 你剛剛不是要講保養嗎 你不是說為什麼一 回去 欸我要說這個人齁 剛剛一喊咖 他說 不過其實蠻便宜的 那保養費真的比較便宜 就是 因為那個ZS 你看ZS保養一次就315 在買之前你都有去研究 各個廠家的保養費用 是不是 對稍微看過 我去買車之前 我忘記是哪個網站都會出說 一萬公里兩萬公里 保養的頻率跟價錢 然後他們就有核資說 你這些 你持有這個車子的成本 你的養護成本 假設你開2年開3年 然後會有多少養護成本 對對對它的那個保護成本 就是那持有成本 對啊 如果一渦輪車來講 這台真的還滿便宜 你說多少錢 包養的是2700多塊 你說很多都要3000以上 對啊有些3000以上 像那個福特也3000 庫嘎也是3000 庫嘎啊庫嘎啊 數據哥 我覺得這很受用啊 因為不是每個人 買車都會去看到那麼深度 所以這也代表說 其實對於某一些人來說 這個素質也是滿重要的 對而且你剛剛還說 還會去在意那個保修廠的那個 保養廠的那個修護能量 就是它的後勤保養的實力 對他說他會去看它的場地啊 還有服務人員啊 什麼等等 因為我認真看了就是 我一個比的是南洋嘛 對 因為那時候我先訂了 那我去試車的時候 我會去它的保養廠裡面看 這賣是你 有樓 就有樓的 他如果去看房子 他還會去看警惠室啊 中庭啊 對啊是呀 機房 真的有認真 我這樣做起來中間版 真的好像就是 只是插配備 其實我覺得 體感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哥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像你會開代數洗貨嗎 我都會把它關掉 我上車第一件事就是關掉 這樣你一公升還可以開得到14 我也是關 可以啊 是喔 那我以後要關掉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開的那個會比較省 那個應該差異不會到太大 我自己是不喜歡那個 就是那個聽紅綠燈的那個鈍鐵 鈍鐵 對 跟你Auto Hold不會很大力嗎 還是 因為我是保養過貨 它之前的Auto Hold就是 你要油門要點比較大力 它才會往前走 會有衝一下的感覺 對 然後我之前去問原廠他就說 我幫你調整一下插個電 就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嗎 因為人家說Auto Hold是走電子侵化 就是你稍微點一下就會慢慢的完全 對 它的這台是你剛新車的時候你要 喔你說這樣盾一下 它要盾 對它要盾一下往前衝 就跟狗有沒有 往前衝 大家顧著 往前衝 這意思是什麼 比特拳 你這樣 有嗎 而且我記得我交車回來 每天都用Eco在開 你知道嗎 開Eco模式用Auto Hold的話 它的起步才不會那麼多 會比較黃河 對我就是為了要避免那個爆衝感 所以我才切Eco 後來它好像電腦會去學習 你的駕駛模式之後 就會慢慢的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我說我在當初開這台的時候 這個Model 我根本都不用去調 我覺得用不太到 它一般的就好 一般的就還蠻充的 對一般的就很好開 來囉 準備囉 這個是很機運 我也感覺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我把Model拿起來 喔有喔我聽得到一點點 有嗎 一麥一麥 一麥一麥你剛有聽到嗎 可是 對你來說 你可能覺得這是正常的聲音 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聽到 好像Cosia 對對對 就是這個 稍微 對 就這個 就這樣而已啊 可是是因為我們現在是 為了要停它 所以超級全神關注在它身上 對不對 我剛剛大概有聽到3秒 就是 停它就是很微弱 現在沒有 因為剛剛我們聽到的時候 其實時速 快110了 這個嗎 對就是類似這個 就是油踩油門的時候 上去有一個很底層的聲音 這樣子 對對對 就大概是這個聲音 超小聲耶 蛋板只要我們在聊天 應該是沒有 聽不到開廣播 基本上應該就聽不太到 我覺得應該是入不到 這個應該是入不到 因為那個聲音真的還蠻微小的 就是會有一個在運轉的那種聲音 它有點像我們可能會說是口哨音之類的那種 但是那個口哨 它又不是那麼的口哨 不是那麼尖 它是比較低頻一點 有一些口哨音是 咻咻咻咻就跟著走 會吸 對不對它都不會 以前那些車會有電流干擾什麼 會有頭燒影 會有那個聲音 然後那個聲音甚至 我覺得它小聲比一些 渦輪車吸氣的聲音都還小聲 它滿小聲的 所以以前有一些渦輪車 它是會有開是會有吸氣的聲音 好啦這應該是有那個聲音 我自己就是開高速才會有 你開平路或山路 基本上就不會有什麼聲音 好啦所以這個東西就見仁見智啦 我是覺得不要壞就好 這應該是不會影響到任何使用 壞的時候才知道 那有人care 那時候看到社團有沒有care 對啊這因為花一百多萬 它覺得應該是要滿分啦 所以這個也顯現出 其實每個人的買車的那個 需求跟感受都不一樣 在意的電池都不一樣 有人會認為就算我只花50萬 我也不要那個聲音 所以這個就可以 如果你們有去閃間試車的話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那據他們車主 他們都表示速度應該是 要在70以上 我剛剛看是90左右 70到90 就是要越高速越容易 高速才會有那個聲音 然後我可能是要很 很靠近這邊 然後很專心的要去聽這個聲音 只要有一點音樂 或是有在聊天 基本上就聽不到 你知道嗎 確實是有這個像是 我們開了一大圈就為了聽這個聲音 說真的就沒有特別講 你可能也不會特別去注意這個東西 對 這就這樣嘛 就是有人在社團講 那大家車主就想說 那我也來聽看看有沒有 然後所以大家就會很認真 越認真想去聽那個 找這個聲音 然後就會聽出來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說每台都會有的話 那就代表說 它製造跟結構可能就是這樣 如果說只有少數有 我就覺得好像就會比較不正常 如果說大家都沒有 只有一兩台油 那就是它可能有異常 誓也誓回來了 聲音也小小聽到了 為了聽那個聲音 說你誓幾段人 總結一下 我們總結一下 你覺得這個車的 目前開到現在 底盤跟油耗跟動力 都很滿意嗎 很滿意 很滿意 以花這個錢來說吧 當然如果要花更多錢的話 有更多的選擇 應該說符合它的CP值 這個急需來比的話 它真的很強 隔音跟舒適度 剛剛車上都已經表現出來了 隔音沒差 部分等於隔音都滿意 隔音就好了 對 我覺得後座隔音不會 聽你們講話我就放心了 誒不是啊 你之前是開進口車 你另外一台車也進口車 其實也差不多啊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你剛剛講XC90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而且你那Volvo也是三年車而已 不是舊車 三年車 對啊 也快滿三年 兩年多而已 所以就代表說 這隔音這實在還不錯 確實做的還不錯 誒它那個官方公布的油耗是多少 16 16.8 那你們可以開到14點多也滿屌的 那你們這樣開出來跟表定其實沒有差很遠 你們怎麼那麼會開 應該 我覺得差異不大 你可以問問廣大的網友 我記得好像是開12.3喔 我覺得如果就是正常行駛高速平面 高速平面就差不多 沒有特別去吹它的話 應該會差不多 我那時候是第一桶油 我是覺得有過10我就很爽 我在市區開我也沒有低於10 我在開怠速熄火的狀況下 至少都12到14之間 對12到14 至少都有12 至少都有12 對還有一個重點 跟車系統 你常用嗎 常用 高速上高速就開下來 來來來我們剛剛沒有討論到這個 用起來怎樣 你們車主討論一下 你們覺得跟車系統的感覺 目前使用只有覺得它有的時候會 所以就是假設高速公路三線道嘛 如果開最內線的話 它會比較偏右邊的那條線 他當初在講說 他有這個AI判別說 大車它會自動散離 那我測了根本連動 我其實坦白說我也沒感受到 我也沒感受到 他會跟你完全不演 他就是直接這樣 我就開過去 你覺得沒有特別好像有 對因為他當初就有強調說 我這個動能 對有判別說 我判別你大車 我預防行車安全 我就切除 然後回到沒有大車情況這樣 沒有那麼明顯 就回去置中 你覺得它完全沒有切 還有跟車用起來呢 覺得 跟車我覺得 看它是蠻不錯的 它的煞車的距離 各方面都抓得還不錯 問你不準 你先一台沒有跟車的嗎 沒有我上一台沒有跟車 對阿你的就有了 對 那你覺得用起來的差異性 差異性喔 跟你的進口車 進口車的話它是這種 假設它煞了之後 前車距離拉遠了之後 它的加速是比較急一點 它會馬上想要補到你那個速度 那這個相對來說是比較順 你覺得比較緩和 比較緩和的上來這樣子 對 因為我想說它有用過 可能比較會比較準確 然後煞車的距離阿 各方面都還OK 你在進前 進台車沒有這個功能 這有給你你就很爽的 感覺很神 那個RAB真的是蠻有用的 你有用到 我有用到 你快要撞到東西的時候 它會直接把你的煞車直接踩死 踩死 你有嚇到嗎 有第一次會嚇到 就是你要去它的那個 介面去設定它有分就是很近 然後很中 不然它有時候 敏感 對它很敏感 它就直接把你踩停 它就直接把你踩停 像它說什麼可以判別前前車那個 我弄過我也沒用過 也感受不了 你用到那個已經是出事 應該跟路況有關係 沒有剛好遇到那種時候也不知道 像我開VOVO 我也沒有遇過那個 集散地那個 好啦今天很開心 我們的阿哲跟我們小菜 一個從高雄 一個從桃園來 車主批判大會 有啦 有那種味道 算有看到 算有看到 最後給你做一個心得結尾 看能不能救回來 要不然打馬賽克就看這一趴了 好不好 就是分享一下 這個你用這個 我們讓開我們拍它獨白 好先講用料好了 就以130萬以下的 國產或者是進口類的SUV 應該是說沒有人用到鋁合金的板件 因為鋁合金的成本比較高 也沒有看到很多車廠可以去 就是配備到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說 它的油耗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它的它的車型 比一般就是 中型款SUV還要再大一點 因為它的車高是說 SUV最高的 可是它這麼大的車身下 然後它的 平均油耗就是還有到 13、14 然後再來是 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所有 你上現在所有的車種 它跟其他的 什麼Centra啦 Kix這些 它開起來的感覺是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的那個 避震系統 跟它的這個 底盤的 懸吊的話來講 它也區別於其他的 不一樣的車款 它沒有像 可能說 比如說什麼 土桑啊 或者是說 KUGA來的這麼有的競技性 可是它的 強調是比較舒適度 可是它在這個 舒適度的狀況下 它也不會去犧牲 它的這個 所謂的路感 因為我個人自己開車 我就是還蠻重視 就是這個輪子 輾過什麼 可以回傳到這個 駕駛者身上 所以以我們這個價位來講的話 就像小師哥之前拍片講 我覺得它開起來開得很聰明 因為當初它出這一台 就是要去打CRV嘛 對可是 我覺得 配備來講 就是翻蠻輕的 尤其是 有這個1.5的VC Turbo 因為我覺得它的 引擎科技 就有達到這個馬力大 然後它的油耗也有節能到 因為 基本上 可以看的車 可以試的我都有試過 除了 我沒有試的就幾個 什麼RAV4 CX5 2.0的自然晶器 我不會買 我就是會去試的就是 可能會有帶有渦輪 帶有油電 那以它的配備來講 雖然它是國產 然後它的CP值真的很高 然後再來是它的保養費用來講 它雖然是每5千公里保養池 但是它的保養費也 一般比其它的車 要來的便宜比較多 我要大概講的就是這樣 講的非常精闢 講的比我試車的內容還要多 沒有 沒有它這真的 車主的那個心得反饋嘛 對不對 那最後這一樣 我們讓這個阿澤也來 站在你愛車前面 來獨擺一下你的車子 總結 簡單的總結啦 簡單來說 這是一台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 符合它售價CP值的好車啦 就是不管在舒適性上 然後要動力有動力 要空間有空間 那當然沒有辦法像說 有一些比較運動化的車款 這麼的可以這麼的熱血 但基本上在高速公路 小跑跑還是OK啦 那整台車的使用 跟一些它現在新的科技來說 我覺得應該會顛覆大家對 Nissan這個品牌的認知 就是這是一個全新很科技化的 Nissan 對 OK 我自從啊 上一台車 Sentra被討厭了之後 我決定用這台車來洗刷 我在Nissan社團社群裡面的一個 不好的風聲 好那希望呢 這台車有改變 Nissan的這個車主對我的感感 好因為這台真的是一台 不可多得的好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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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完為什麼要笑 描曰黑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不錯啦 哇 我說來來來來 大家來評分 大家評分都覺得你們心得都不錯 你們是不是已經買回來 也不好意思說壞話 也沒有啦 也沒有啦 說實在的 我最後我們最後要總結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問你 如果這台車 你只能選一個缺點 你會講什麼 怎麼可以讓你們分數那麼高 真的要選一個缺點 對 我先講好了 好你先講你想到 它如果字內化頂棚 可以是黑色的 我覺得會更加分 對這我也想講 因為畢竟要往年輕化的方向發展 因為米色的就感覺比較顯老 對對對對 我覺得我覺得 人家撿出來啊你 來來來 燈 燈燈燈燈 LED喔 真的很care 古特豆矩陣頭燈了 你至少方向燈給我LED啦 LED啦 對對對我覺得 欸我們在意燈欸這個人 LED啊 這樣主頭到外都一直燈燈燈 都在一直在燈 LED一個矩陣欸 因為如果說你看喔 一般你花這個錢 大家都LED 閃跟乳樹再閃那個質感 真的是差蠻多的 所以覺得如果有LED就更好了 對 有配矩陣頭燈更好啊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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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樣也算批多大 唉唷不止一個 來來來 這個麻煩Google Map 可以連動到那個 那個車機真的是 這個車 那個那個 車用地球導航真的 你覺得導航沒那麼好用 蠻積累的 這我有問過啊 聽說是因為好像是日本的版本 沒有用Google 所以 因為台灣人用習慣Google 對啊希望原廠的那個版權如果 可以處理一下 對 就看我們這部片的流量 看他們有沒有看到 LED如果上去 矩陣頭燈上去 導航改了 你的功勞 可是好像就跟我們沒關係 哈哈哈哈 我們都買了 我們變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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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非常謝謝阿哲 跟這個小菜 抽空 來參加我們的 車主BTO大會這個節目 如果喜歡我們類似這一種節目 也請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也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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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拍剛好那邊 剛好一台E-POWER 剛問他要不要受訪 他說不要 他說他剛交 剛交車 對阿剛交車 他說他還在摸 你應該問他說那你滿不滿意阿 剛剛看好像帶女兒來練車 看我們這三台相形失色 怎麼會這樣 他來要挺膝位 中間對 剛剛問他要不要採訪 他說還沒熟悉阿 不對 他搖擾 大家 opposite 呃 親密 那個